讓這個韓國瑜 你有位子喔 而且你要退出政黨活動喔 你是立院龍頭喔 國會議長喔 另外我排除了戰鬥欄 在國會裡面指三道四 然後指揮東指揮西的機會 我排了一個傅崑吉 如果他選總召的話 我黨主席是不是直接可以 一各國順暢啊 我的指令就直通黨團了啊 把你們大家都排開 我的意志直接貫徹 高招 最厲害的還是朱立倫 所以我覺得傅崑吉 這個只是虛晃一招 他只是聲東擊西 他沒有真的要選龍頭 他幫朱立倫排除了這些一擊之後 他拿到了總召的位子 而且也確立了朱立倫 黨主席不受威脅 所以我覺得他們兩個 根本就串通好了 國民黨的政治文化 就是一個威權式的政黨